哈囉大家好我是霍雪芙 我在這部劇裡面飾演的是周欣欣 周欣欣呢她從小就有很多爸爸媽媽給的愛 她的人生都非常的幸福 然後也非常的無憂無慮 當然這段過程中她可能發生一些事情 導致她可能在未來的路上比較辛苦 可能就要靠自己才能生活這件事情 爸今天是我成為儲備店長的第一天 從今天開始我和媽就要展開心的生活了 欣欣就是感覺她以前的狀態是需要被人家照顧 需要被人家保護 可是到後面的成長心境就會覺得 其實她是有能力去保護跟照顧家人的 不管欣欣她遇到什麼事情 她可能都有辦法在困境中爬起來 在戲裡面也是遇到了男主角范少萱 她飾演的是夏天宇 跟她相遇的過程也是從那種歡喜 約人家慢慢的越來越好 但那些過程就是要大家去看 你鬧夠了沒夏天宇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是 我跟少萱基本上我們兩個人的戲 我們都會跟導演做討論 就有點那種三方溝通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會聊出一個我們覺得 最適合可能當下我們這樣的情境 還有這樣的感覺去做演出 希望大家期待一下我跟少萱的姐弟 我覺得欣欣就是在裡面 就是一個失婚婦女 有失婚婦女的狀態 可以看一下我演失婚婦女是什麼樣子 大家期待一下喔 好